不是 怎么样 现在上怎么样了 没事 没事 这位是 老师 您不记得我了 我就是 我是个学生 手上乱着博朗尼臭手枪 那个学生 对对对 就是我 老孙 来 坐下来 坐下出话 少尉你救了我 今天总算是有机会 当面谢谢你 请喝水 请喝水 您千万别这么说 我这 我这惊天乱了 多亏了孙教授 老师 我还不知道怎么称呼您呢 他呀 叫郑洪如 你就称呼郑署长吧 他是来咱们这里 筹备抗日红军大学的领导 红军大学 是 毛主席说了 要举全党全军之力 办好抗日红军大学 特别抢调各部队党委 选送学员要作为一项 战略任务来抓 太好了 你看 咱们现在有了稳定的后方 再有各级党委的支持 咱们培养干部的工作 就好开展了 老孙 我们现在方方面面的条件 都非常有限呢 条件艰苦没什么 但是办学的关键 是在于教学的方向 还有教师的资源 是 中央已经动用了 各种资源找老师 可是由于敌人的封锁 和追杀 像你我这样能够到达学校的 很少啊 我们算是幸运的了 十字问题是关键 国民党方面 一定会加强封锁 你看这样怎么样 咱们可以从 红军队伍里面找 请那些有经验 有特长的干部 来给咱们讲课 另外 咱们也可以请中央首长 来弘大上课嘛 咱们这些首长 学问可都不一般哪 对呀 老孙 你这个建议太好了 这可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呀 怎么样 高高 杜先生 还习惯吗 这不就是一个学校吗 对呀 你一直问我 咱们的目的地是哪儿 看看吧 这就是咱们的目的地呀 合着您就是过来教书的呀 先生走到哪儿呀 不都是教书吗 我还以为你是过来打仗的呢 我们这儿是教打仗的 学校还教打仗 对呀 我们不但教打仗 在这里呀 你还可以结识很多老战士 和他们吃住在一起 听他们给你传授 他们的战斗经验 那 那上完学 是不是就可以打仗了 当然可以呀 要是这样的话 我倒是可以考虑考虑留在这儿 你可要想好啊 先不急着想这个 你能不能跟他们说一声 让他们把枪还给我 你的枪呢 咱们从洛川离开的时候 石排长确实交给了我 不过呢 你既然到了革命队伍里 就要懂得遵守这里的几率 枪我暂时替你保管 等需要你执行任务的时候 我自然会交给你 那好吧 孙教授 您看 你能不能弄一套 像你这样的军装 给我穿穿啊 好 建主 干什么呢 您好 我找一下高远高教官 找他什么事 他是我哥 你能帮我通报一下吗 等一下 谢谢 谢谢 你知道吗 现在蓝医社的人 又来要那把枪了 为什么 不是都已经结案了吗 你想得太天真了 蓝医社当初同意 把高歌放出来 那是另有打算的 其实一直有人 暗中盯着他 你送高歌去火车站 也有人盯着 现在已经把我们全家人 都牵扯进来了 高龙轩这个王八蛋 高歌出来直接结婚 不就得了吗 非得上什么中央军校 爸 我错了 现在怎么办啊 现在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不行我就去一趟南京 找高歌把枪拿回来 再开一份证明 证明他的中央军校 要不然还是我去吧 也好 如果发生什么意外 你就躲在那里 先别回来了 娜娜 这一阵子没见 又变漂亮了 你怎么来了 我 我来看看你啊 我太荣幸了我 你看你 来之前不过打个电话 通知我一下 我好去接你啊 累了吧 走走 先去我发工室 来来来来来 我来来来 谢谢 谢谢 我爸爸给你的 好 来 喝水 谢谢 这张支票放错信封了吧 没有啊 就是给你的 难道你不给我这张支票 我就不关心你了吗 把我想得也太为敌仕途了吧 来 先拿回去 给出去的东西 怎么可能再要回来呢 再说了 我这么个大活人 在你这儿又吃又住的 没有开销啊 好 好吧 好吧 好 我就先替你保管着 来 对了 北平那边怎么样 北平现在很乱 到处都是游行的 学生也上不了课了 要不然 我怎么能躲到你这儿 来避难哪 你不是来避难的 你是来找高歌的 就知道瞒不过你 你 就这么喜欢他 特别喜欢 这辈子我就认定他了 没想到这臭小子 眼浮不浅了啊 这话什么意思啊 他还有别的女人啊 那倒没有 不过他现在不在我这儿 不在你这儿 他能在哪儿啊 应该说 他根本就没来南京 不可能啊 是我亲眼看他上了火车的 可我真的没见着他下火车 站台上的人都走光了 我也没见着他的友子 报告 进来 您的电报 哪儿来的 北平 款页是您下里来的 王去了 好 西安 西安 是不是高歌 没什么 那呢 既然你已经来了 那就先住下 我陪你在南京逛几天 然后把你送回北平怎么样 我不去 我要找高歌 我说你 是是是 你的心情啊 我很理解 你喜欢高歌 但是毕竟你们还很年轻 这种事不要着急 到时候自然就水到渠成 高远哥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跟你实话说了吧 高歌因为我爸的枪进了监狱 这事你知道吧 我知道 不是已经没事了吗 是啊 我也以为没事了 所以高歌走的时候 我就又把那把枪送给了他 但是谁知道 蓝医社现在又开始查那把枪了 我爸说了 枪要是拿不回去 高歌和我爸 就都摊上了通贡的罪名了 通贡 那可就全文了 有这么严重吗 当然严重了 我爸现在都急得火上防了 再说了 高歌身上带着那把枪 也很不安全呀 高歌通知 穿上这次军装 就是一名红军战士了 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 一切行动挺指挥 好 好什么好 说是 是 敬礼 敬礼 北平方面来的人 追捕到洛川一带的时候 连同协助追捕的西北军 都被红军俘获了 这次任务虽然是北平方面的 但毕竟是在我们的辖区出的事 上风怪罪我们 西安战协助不力 站长 最近共党在西安到洛川一带 活动非常频繁 是啊 前段时间共军的主力 东渡黄河 势绸很猛啊 不断有小谷人员 从各个方向向山被狙击 是 我们几次追捕的人 都是往洛川方向去的 所以 上风命令我们 要严加防范 绝不能让其他地方的共党和军队 向洛川马耀火一带狙击 是 我上次交代你的事 办得怎么样 人员都已经选好了 就等您过目 好 找准时机 渗透瓦腰部 同学们 大家一定要把训练场当作是 真刀真创的战场 因为你们即将面对的是 十分凶残 有训练有素的小鬼子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好了 大家接着训练 走 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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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备用枪 护车 开 护车 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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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车 开 开 开 我 昆主 PU 这煙子刀我还没学会呢 您又让我过来学搓玉米 用啊 搓玉米怎么了 让你搓玉米 就是为了磨你的性子 那我过来是学打仗的 又不是过来干农活的 真把我当农民了 农民怎么了 农民是我们红居 和抗大的生存根基 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霍哥 你最大的问题 就是心服气躁 爱耍小聪明 做任何事都不踏实 这浓活有浓活的干法 打仗有打仗的窍门 任何事情都有它的规律 你要是不认真琢磨 连搓个玉米你也搓不好 接着干吧 太阳落山之前 我再来检查 爸 我回来了 干什么去了 骑马去了 今天骑马 明天开车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 那些东西不是给你准备的 你就我这么一个宝贝女儿 不给我准备 你准备给谁准备啊 再说了 我骑马怎么了 你闯祸了 你知不知道 不闯什么祸了 自己看 耿大都被共产党抓了 这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 耿大都说得一点都没错 你的那两个所谓的朋友 就是共产党 耿大都一直跟着他们 到了洛川 结果遭到了共产党的伏击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那他要是共产党的话 我就帮你把他抓回来 我跟你说正经事呢 别欺欺皮笑脸的 为了这件事情 我损失了一个警卫班 我告诉你 从今天开始 你不许再开我的车 骑我的马 报车也不要去了 就在家好好待着 好好反思 听见了吗 都去就不去 谁稀罕 你 我熟口不吃不吃 你们怎么这么烦 你现在在养伤 不吃饭怎么能行呢 我说不吃就不吃 你怎么这样啊 你怎么这样啊 入肠了 去不来 你知道这白面是从哪儿来的吗 是陕北老百姓为了支持部队 从他们的嘴里一点一点抠出来的 我们的战士们现在还在吃康窝窝 你却有这么好的摸摸吃 还把它打到地上 你有没有良心 你是什么出身 地主老财 金山银山 你父母是吃什么把你给养大的 我爹娘逃荒的时候 早都饿死了 本来出来当兵就是为了混口饭吃 现在我这仗也打不成了 我活着还有啥用 你们干脆送我去找我爹娘吧 我就是一混蛋 你们杀了我吧 是 我看你小子也是个混蛋 受了这么点伤 就要死要活的 我身上大小十几树伤 那一树伤不比你重啊 照你这样 我说得死几百回了 葛达导 饭我今天给你放着 吃不吃随你 吃完了赶紧给我走人 要死也别死在我这儿 要死吧 好 我 小姐 怎么了 又跟将军生气了 不是 那耿大当的事能怪我吗 那好 我告诉你吧 西安兰衣社的人 把世界汇报到了南京 说是你放跑了共产党 将军因为这个事件 跟南京方面大吵了一架 那边本来就一直抓着 西北军搅供不力来说事 以此来给将军施加压力 现在两边的关系闹得更强了 而且更大刀是将军很喜欢的部下 现在生死不明 你说将军心里能好受吗 你就多了解了解吧 其实我也没有怪他 你们干什么要抓人呀 孟大刀是在哪儿出的事啊 洛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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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传是共党的地盘 对 洛传就是我们跟共党的交界线 共党不是也主张抗日嘛 你们干什么要抓人呀 小姐 有些事情不是你想象的 那么简单的 自从共产党到了山北以后 地盘再不断壮大 再这样下去的话 恐怕连你爸爸 都没有利俗之地了 有那么严重 我跟郑处长商量过了 把你安排在筹备处工作 筹 筹备处 筹处处是干吗的呀 我什么也不会呀 现在知道自己 什么都不会了 咱们在这山沟沟里办学啊 所有的人都面临新的课题 所以咱们大家一起 一边干 一边学 行 那我豁出去了 请首长布置任务吧 现在就有一项任务交给你 高阁同志 到 明天一早到洛川找王团长 取一份重要文件回来 重要文件 对 是 早点休息吧 诶 取一份重要文件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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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不好 还能有张打呢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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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姐 大什么小姐啊 咱俩都这么熟了 你这次来 不会又要接车吧 上次你把车借走了 害我挨了一顿屁 什么意思啊 不是啊 我跟你要点别的东西 你给我点汽油呗 我有件衣服粘成脏了 汽油 要多少 一点就行 一点 哎呀 你快去 我着急 你别弄啊 你快去啊 诶 大小姐我跟你说啊 我这东西你可别乱动啊 不动 不动 好 你们是什么军人 让个小女孩儿骗得团团转 是 恕我是指 我马上派人去找 废物 哎 方大长 你可算回来了 红大筹备处的郑处长 让我过来取文件 哦 是你小子 可不是吗 哎 哎 王大长 能不能把我留下来 跟着你们部队打仗啊 把你留下来 我可没那么大权力 不过 你要拿那文件啊 还没到 刚才我跟 红大筹备处已经联系过了 郑处长的意思啊 让你在这儿待几天 太好了 正好我可以留下来打仗啊 哎呀 小子还是个急性子 行 到时候看着给你安排啊 是 怎么样 有什么状况吗 报告室派上 没什么情况 嗯 好 站住 站住 站住我开车 别动 干什么呢 你们是红军 问你干什么呢 梗蛋当是不是被你们给抓了 一会儿吧还有多少人 他是不是在追一个学生模样的人 是我问你还是你问我呀 带走 走 走 干什么呀拉拉扯扯的 我自己不会走啊 费什么话你走 报团长抓到一名可疑人员 哎 我可不是什么可疑人员 我是来找人的 呦 还是个女孩儿 找谁啊 耿大刀 你叫什么名字 耿大刀是你什么人 我姓梁 耿大刀是我爸爸的手下 你姓梁 梁将军是你爸爸吗 你认识我爸 我认识才怪你 得 来要人了 这么说 耿大刀就在你这儿了 你找他有事吗 这祸呢是我闯的 所以我来这儿把人要回去 真是匠门虎女啊 耿大刀啊 的确是被我们俘虏了 不过他受伤了 我们也准备等他痊愈了以后啊 就让他回去 那 我能去看看他吗 当然可以了 耳朱 带他去看看 是 耿大刀 有人来看你了 大小姐 行了 你们聊吧 怎么样 还行吗 你这是干吗啊你 这账打不好 这还哭上鼻子了 市长 她还好吧 能好得了吗 就因为你的事 我爸现在被上风吊吊得很厉害 还不都怪你啊 我对不起市长 行了 现在别说这个话了 赶紧收拾收拾 我带你回去 大小姐 我不回去 你说什么 我想了很久 我实在没俩再见市长了 好 不是 你虽然打了败仗 对吧 但是我爸的意思就是说 让我带你回去 我这趟可是专门来接你的 哎 我是大小姐 你当这里是大饭店啊 想走就走 想留就留 我告诉你 他可是我的人 我今天来 就是要带他回去的 我也告诉你 他是我们的俘虏 我们有很多事情 还没有处理完呢 你 你什么你 就他这个样子 受这么点伤就要死要活的 留着我们红军 也没什么用处 谁要死要活的了 不是你自己说的吗 快杀了我吧 像我这个样的 活着也没什么用处 我就是个混蛋 还是找我爹娘去吧 是不是你自己说的 耿大刀 你说的 有出息 车给你修好了 想走 我们欢送 想留 我们欢迎 我说啊 之前耿大刀追的那个人 是不是就到你们这儿 高哥 快 快 快 干啥又一惊一乍呢 你 你是偷人东西了 赶紧还给人家 偷人什么东西了 人都来了 你还不承认 赶紧还给人家 不是 你把话说清楚了 我偷人什么东西了 高哥 咱们可是红军战士 红军是不能拿群众 一针一线的 更慌偷人东西了 车主 你把话说清楚了 我偷人什么东西了 高哥 我告诉你 你要再不承认的话 我送你去保卫出信吗 十二十五 我还告诉你了 你别来急 去就去 谁罢谁 走 谁罢谁 走 走 等 等 等 乘管 我原谅他 不许你原谅他 没什么事了 您先回去吧 等等 这不是你的事 这是他的问题 他偷了你的东西 就必须要还给你 而且还得当面 向你赔礼道歉 乘管 我偷了什么东西 你说 我怎么跟你都只说话呢 乘管 是这样子的 我能 撒了一个小小的火 我就想见到他 所以现在没事了 您可以先忙去了 你为什么要撒谎 因为他骗了我 我什么时候骗你了 你怎么你还来劲啊 行 没事了 真的没事了 找我先忙 先忙啊 你有事先忙去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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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东西还给人家 你有毛病吗你 你 你 把这个梁婷婷给我盯紧了 是 走 你们什么人 你也想说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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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找我什么事啊 梁小姐 跟我们走一趟吧 解释一下 你这两天的去向 我这两天啊 就是出去玩了一趟 我有必要跟你解释吗 你心里明白 你和共党联系了多久了 什么 你说我跟共产党有关系呀 我怎么不知道啊 请廖小姐一驾 有没有关系 回去就知道吧 我们走 你干什么呀 放开我 希望你能配合调查 不要让我们动手啊 放开 放开 李发官 原来是李副官 放人 李副官 梁小姐可是有通共的嫌疑 而且据消息说 她私自前往洛川 我们必须带她回去问话 一分钟 给我管 李副官 你们不能让我们为难哪 什么 上边怪罪下来 你负全责 走 走 走 陆队 是 好 停 我知道我错了 对不起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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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吧 一会儿我要去到老梦裁缝铺 上那儿干吗去 去拿我做的衣服 老梦裁缝铺 已经让耿大刀给查封了 老板多少人给带走了 不是 这耿大刀是不是有毛病啊 他怎么老乱抓人啊 他一个裁缝能干什么呀 有人说老板有掩护共党的嫌疑 那查到什么了吗 后来 后来好像也没查出个所有人来 就是 赶紧把人放了吧 我得咋要缩衣服呢 你说梁婷婷去洛川 会不会和西北军有什么关系啊 就算是这样 也不该是梁婷婷去的 那也未必 很多事情是出乎意料的 站长 要不要下手 不 尽管其变吧 他这是这么说的 行了 我就走吧 人各有志 谁都没有办法 就是 您的部队里面这么多能打仗的 不缺他一个 我现在是担心你 我有什么好担心的 你是我梁某的女儿 你放走了共党 又去了洛川 现在人家说 就连我西北军 都跟共党有关系 那我找他们解释什么 你怎么解释 解释得清吗 现在连我都说了不算 他们可以随时抓你 我就拜托你了 哪儿都别去 就在家好好待着 行不行 最近有没有老师要来啊 干吗呀 老师来了不得接应吗 这一接应就得打仗了 打仗了 打仗也没你的份 什么叫没我的份啊 跟我不能学习学习 你行吗你 你要是够胆我就带着你 我够胆 你说话算数吗 算数 行 一言为定 那还用说 行 你怎么才吃饭呢 这个 给卫生所那个俘虏送的 哪个俘虏啊 这你干嘛 耿大刀 他还在这儿呢 说是养伤呢 养好伤了 就滚蛋 谁啊 你怎么那么傻啊你啊 是你 搞什么鬼呢你 怎么样 伤好点没 好不好跟你有个屁关系 你看你这话说的 你不是因为抓我 才受的伤吗 怎么样 精神吧 能谁奉驳我 是一家地监休 看着你想看 有什么国人吗 你要 excuser 不用应该 你看一眼 你里上一个洞 你还真说错了 我还真就不是共产党 不是共产党 你上这儿来干嘛 这儿可是共产党的地盘 你还好意思说 就你们这帮乱抓无辜的人 给害了 要不是你们 我还踏踏实实在北平上大学呢 他们抓不到真正的共产党 就拿老百姓来顶数 今儿啊 说你是共产党 就把你抓了 明儿说你不是共产党 又把你放了 说不准哪天还得抓你 你们呀就这么抓吧抓吧 抓到后来啊 会有越来越多的人 去投奔共产党去 你知道 我被抓了以后什么待遇吗 每天皮鞭子打 棍子抽 还关监牢 你再看看你 你被共产党抓了什么待遇啊 住住这么好的窑洞 还有人给你送白嬷嬷 还治治伤 我就纳了闷了 你们为啥还跟共产党过不去呢 问你话呢 行行行 跟你说了呀 你也转不过来就给弄 行了 好好疗伤吧 你 你还想说 站住 干什么呢 没事没事 我随便走走 长官 这不是那谁吗 长官 跟你商量点事呗 啥事啊 这么晚的 你们这儿还有人吗 干啥呀 我跟着你们干呗 跟我 你不想死了 我原来啊 以为我这胳膊好不了了 可是现在恢复得还行 你们呢 对我也不错 我就跟着你们干吧 你以为跟着我们干这么容易呢 那有啥不容易的 不就是打仗吗 这可不一样啊 你们西北军是专门跟自己人干 我们红军专门打小鬼子 你有这个胆量吗 我怎么就没这个胆啊 行行行 你有这个胆量 好吧 但你现在是个伤兵 先回去休息 好吗 来来来 你得帮我 先回去 一个领导好好反应 反应 等你休息好了 我就跟领导反应 好吧 好 行了 走吧 注意安全啊 ップップップ trim vard았어 师大哥 要不你跟首长说一说 换个人把文件送回去 我留在这儿 你当不追这么随便哪 你现在是抗大筹备处的人 首长pendon disability metals 手了 上 老乡 你们玩的这什么棋呀 红军打鬼子 红军打鬼子 这我得瞧瞧 看看吧 玩玩 知道怎么玩吗 老乡 我就是红军 红军好啊 怎么玩的这事 背一个 打一个 我试试 我试试啊 来来来 好好好 你来你来 输了吧 再给一次机会 来 白上 还关我啊 好 我有个厨艺 那几个小孩你认识吗 吃吧 那个 好 太瘦了 好 这就是把那俩小孩给我叫过来 好 走 吃那个小鬼子 你们想不想吃点心 想 想吃点心 看 那儿有个包袱 再吃 给我拿过来 我就给你们吃点心 快去 好 去 杀你个小鬼子 走啊 我杀你个小鬼子 我赢了吧 快快快 走走走 来来来 再来一盘再来一盘 好 再来一盘 快点儿 我包袱她 我刚明明放这儿的呀 你看见没有啊 没看见 我 我包袱她 谁闹我包袱了 怎么这么缺德呀 老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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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见有人拿一蓝色包袱 这么大的 没看见 谁闹我包袱了 啊 这么缺德呢 朱朱我们的点心 噓 你们先去那边玩 一会儿 叔叔把点心送到你们家里去 好不好 好 赶紧去吧 走吧 去吧去吧 什么 包袱丢了 那文件呢 文件在包袱里 让你去取文件 你去看下棋 你的责任心在哪儿 孙教授 您先别生气 您听我说啊 我回来路上 我发现时后还早 正好路边用脸上下棋 我就过去瞅着脸颜 我这一转身 包袱就不见了 我觉得呀 肯定是有人故意偷的 一个大伙人 连个包袱都看不住 要您干吗 您干脆回家算了 老孙 别急 先把情况弄清楚 我们这一代的群众技术很好 报告 进来 有个老乡说来送东西 送东西 是 公警同志 这包袱是您的 是你偷的呀 高哥 怎么够老乡说话呢 不是 我们村里啊 有几个小娃娃太调皮 怕你们东西给拿了 来 文件没丢啊 谢谢 谢谢老乡 没事 东西没丢就好 那 那我就先走了 好 谢谢啊 行了 文件没丢就好 是 我说什么来 你太大意了 什么呀 你哪有 多高俊 都很忙 什么 你会怎么办 找我有什么事吧 你 就这么怕我 高教官 您是找我有事吗 有事 有事 救救我 救救我 别哭了 你现在知道为什么我不让你来这里了吧 他就是个医官亲手 我这一分钟都待不下去了 小翠儿